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ShopFairSurfing的节目 今集我跟大家讲一下摄影的问题 在早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过 问我APS-C上机有些操作上的问题 其实过去说过APS-C和全片幅之外 有些相机和全片幅相机的分别 我想用一个题目 平时我们对APS-C相机有些误解 首先看看我今天会讲哪几个问题 现在我列出了七个问题 一会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虽然之前的影片里面也介绍过APS-C和全片幅相机的分别 细緻的我就不说了 但我也担心有些朋友对APS-C相机和全片幅相机 也不是太清晰的 所以我们也很简单讲讲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全片幅相机和APS-C相机有什么分别 首先画面里面看到几张不同的晶片 最大的就是全片幅相机 当然现在看到的大小不代表真真正的大小 但我比例上是对的 看到有些小一点的就是APS-C相机 基本上如果是面积来计算 等于我们的全片幅相机的一半大小 除了APS-C相机之外 我们市面上有一支叫Micro-43相机 它的晶片会更加小 今天所讲的问题 其实包括一些Micro-43相机 都仍然存在相同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和APS-C相机有关 其实任何相机只要它的晶片和全片幅相机不同 是小的话 我今天所讲的问题仍然是合用的 首先看一下它的分别 如果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拍了人像相 我用一部全片幅相机 如果我拍了这个范围的话 你会看到相机就是这个范围 但留意一下 如果我们用同一个距离 同一支镜头 如果我们用了一个APS-C相机 出来的会怎样呢 看到如果我用了APS-C相机 同一距离 镜头的焦距是完全一样的话 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是拉近了 严格来说 我可以说不是拉近的 其实只不过是画面缩小了 而令整个人放大了 其实我们用了APS-C相机 我们看到的范围就是现在蓝线这个范围 其实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APS-C相机 因为晶片小了 我们用同一个焦距的镜头 其实我们拍出来的角度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能够看到的范围是小了 就没有我们用全片幅那么大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们在张福尚等同我们用裁放 我们在张福尚裁了中间这一部分 令到我们感觉上好像焦距长了 或者我们在张福尚裁放大了的感觉 如果我们看相机里面 我们两部相机 右边的是全片幅相机 左边的是APS-C相机 明显它的晶片小了 模型中在旁边的影像是财走若一 好了我看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同一个像素 晶片小了 那是不是应该更加贵呢 但我们发觉到全片幅相机反而更加贵 你看看这幅图 左边的是全片幅相机的晶片 右边的是APS-C相机晶片 你会发觉到 现在它里面的像素是一样的 当然了 这是我一个例子而已 像素当然不会那么小 其实晶片里面 每一个感光元件 一粒粒粒的 如果我们用全片相机 因为它的感光元件可以做得大一点 它能够吸收光线也能够多一点 它的杂讯也会少一点 而且因为它有大的关系 它能够令它吸收光线之余 能够吸收更多不同的颜色 所以在晶片里面 每粒的元件 它的质素是比较高的 虽然感觉上 好像我们这么小的晶片 同样放这么多的感光元件 能够感光元件这么小 逼得这么迷 好像它的生产成本 或者它的科技是高一点 但是因为它缩到这么小 它每粒的元件 能够处理割合资讯 相对于是减低了 为了成本也是降低它的生产成本 所以我们Full Film相机 那块晶片虽然是大 帐数可能也差不多 但因为它用的材料 是比较高级的 所以Full Film相机的晶片 比APS-C相机的晶片是贵的 而且质素也高很多 还原色彩 包括它的杂讯也好很多 第三个问题 有很多朋友都说 APS-C相机的镜头 可不可以用在全片幅相机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发觉APS-C相机便宜一点 当然它便宜 因为质素不太漂亮 所以它便宜一点 但有时候我拿着那部Full Film相机 我想用一部便宜一点的镜头 可不可以 其实是不可以的 我们先看看这张图 右边的全片幅相机 左边的APS-C相机 晶片大一点 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我们是两个手机 我们放一个全片幅相机的镜头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我们的镜头 透过光线射入晶片的时候 是一个圆形 我们的镜头是圆形的 整个影像是圆形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晶片是长方形的 我们只能够吸收到它的资讯 只是我们现在用白线围住这个范围 因为全片幅相机的晶片大 我们可以拍到这么多地方 是没问题的 换了是一个APS相机 现在我们同样用一支 全片幅相机的镜头 同样因为完全光学原来一样的话 它能够射入镜头里面的影像是没有变的 如果假设我们的晶片也是这么大的 当然是没问题的 因为APS相机的晶片是小了 所以我们吸收到光线的范围 只是现在白线看到的范围 最后成长就变成这样 所以无论是全片幅相机 或是APS相机 都可以用到一支全片幅相机 专用镜头 而相反 如果一支APS相机 因为晶片是这么小的 所以它能够透光线的范围 是宿窄了 它能够透到光线里面 只是这么多 看到的范围只有这么小 在左边的位置就看到了 我们整个进入光线就是这么多 但是这个圆形是会比我们的APS相机 是大的 所以我们影响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把一支APS相机的镜头 放在全片幅相机里面 因为你看到透光的圆圈是小了 无论中旁边的地方 是吸收不到光线的 最后成像出来就叫到右边 旁边有些黑位 因为那里是吸收不到任何光线的 换言之 我们APS相机的镜头 是不能用到全片幅相机里面的 如果不是的话 拍出来就会变成我们右边的效果 然后第四点 我镜头焦距长了 很多朋友都说 好像我买一部APS相机是比较好 因为我把300mm的镜头 变成450mm 大家都知道 镜头越长是否越贵 但如果我用APS相机是否赚了 那我们又了解一下问题了 我没看图之前 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们在焦距方面 而今天有两种 我们有真实焦距 有些人会认为实际焦距 这个焦距等于我们的镜头标注焦距 很多时候用APS相机 我们买一个KIT镜 很多时候它的焦距 一个zoom镜 可能由18至某个距离 看到它是较幅的 如果我们一些全片幅相机 KIT镜 很多时候有24起 那个数字我们叫做真实焦距 另外一个叫等效焦距 有些也叫做相对焦距 等效焦距 就等于我们平时将它承大 假设我们的APS相机 很多东西都会承大1.5 假设我们一支镜头 是35mm的话 如果我们将它放到APS相机里 我们的等效焦距 或者叫做相对焦距 要承大1.5 差不多是50mm左右 再看这幅图 现在同样 右边的是全片相机 左边的是APS-C相机 同一支镜头 将它射进去 其实入到的光线 其实完全一模一样 只不过右边这个 晶片大了 感觉上好像歪了 而左边这个晶片小了 好像软了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问题 假设我们这支镜头是35mm的 这是一个真实焦距 放在APS-C相机 我们要承大某个数值 它的等效焦距 是50mm 虽然是这么说 但它的角度 刚才我说过 是完全没有变的 只不过是财了 你觉得财小了 是否代表你更好呢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在APS-C相机里 我们虽然感觉上 等效焦距是软了 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更好 只不过是将照片 硬财大了 而已 接着去到第五点 也有很多朋友曾经问过我 APS-C相机的 安全范围 我们如何计算 问题又是回到之前的 我们有真实焦距 还有等效焦距 好像一幅图 如果解设这个镜头 是否正在用50mm 拍出来的东西 发觉到好像财大了 虽然在APS-C相机的等效焦距 可能达到75mm 但是 其实我们进来的光线 没有变到 如果我们在一个全面部手机里 用这个安全范围 以及在APS-C相机里 同一支镜头 用的安全范围 其实是一样的 想想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安全范围 很清晰的 我们将它财大了 是否会变呢 这只不过是等效焦距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将它的等效焦距长了 我们的安全范围 相对来说 要加快些 虽然我们感觉上 相对焦距好像软了 但是它的真实焦距 没有变到 所以我们计算它的安全范围 就不需要加快的 所以最后 看回安全范围的计算方法 只要我们在用现在的真实焦距 将我一除与真实焦距 这个就是我们的范围的秒数 假设我们用100mm的镜头的话 模型中它的安全范围 就是一百分之一秒 接着到第六点 APS-C相机 为什么拍不出浅景深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 APS-C相机 浅景深比全面相机是差的 究竟是为什么 有些朋友说 因为APS-C相机 晶片比较便宜 全面的手机晶片比较好 所以 浅景深效果做得比较好 其实不是的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镜头问题 其实我之前的影片里面 也和大家研究过 其实我们的镜头的焦距越长 景深越浅 假设我们用了一支100mm的镜头 拍摄景物 出来的景深是会浅一点的 如果我们用了一支50mm 如果想拍摄同样发围的景物的话 景深是会深一点的 这个主要是镜头的光学扣造问题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镜头 专程拍浅景深的 那些是例外 我说的是你同一支镜头 特别是我们用一些Zoom镜 可能我们用一支KIT镜 可能由24到100mm的距离 我们用100mm的时候 景深肯定会浅的 我们用24mm的时候 景深会深一点的 如果我们放在相机的时候 会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这个环境 现在我想拍摄这个女孩 半身照片 我用了一个全眉部相机 我在某个位置拍摄 用一支75mm的镜头拍摄 刚刚拍摄到她的半身照片 出来效果很好 但如果我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镜头焦距 如果我用APXC相机 很可惜这个不是半身照片 变成一个上半身照片 这个是为什么 刚才也说过 最重要是因为她财了 整个人就会大了 如果我拍摄刚才那张 完全一模一样的照片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拍摄半身的 我只要把我的变焦镜 不可以用75mm 用50mm 才拍到同一个影像 到了这里 大家应该都想到了 刚才也说过 镜头焦距越长 景深越浅 所以我们用全片封 相机的时候 我用75mm的拍摄 同一个位置 同一款镜头 我用APXC相机 我用50mm去拍摄 所以景深会更深了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晶片更漂亮 它会让景深更淡 因为景深最主要是光圈和镜头影响 刚才我提到光圈 当然了 但你明白到 我刚才我说的 我是用同一个光圈之下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好了 最后这一点 就是APXC相机 会不会被全片封手机取代 其实我今天录这个影片 大家都猜到 如果快要取代的话 我就不会做这个影片 但当然了 细时的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 经过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会得出一些结果 所以APXC相机 不论你是无反也好 单反也好 在现在都会暂时存在一段时间 最主要因素 因为APXC相机 晶片比较小 整个相机的结构 都可以缩小很多 除了小之外 我们也可以做得轻一点 适合到不同的用家使用 其实大家留意到 现在有些专出无反的品牌 它出的全片封手机 它的相机大小也不会太小 包括两个牌子 刚刚近期也出了一些无反相机 去到全片封的质素 相机其实也不小 而且价钱也不便宜 但是 很多拍照的朋友 都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只是日本级 或者这些半专业级的相机 他们不想买那么贵 和不想那么重的相机 所以在这个市场也很重要 除非有一天的全片封手机 能够做到又小又轻 但是今天就算最轻的全片封手机 和APS-C相机的重量 仍然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相信 无粉也好 单粉也好 APS-C相机仍然会存在一段时间 好了 今集讲了很多APS-C相机的问题 大家买相机就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